小林总 有几个人过来 拷走了文小姐那辆车的资料 我知道了 你也发我一发 是是是 小林总 董事长要你过去 这徐哲青跟温惜还活着 我放了他们一条上路 你是不是下不了手啊 对 这跟温好那次一样 有谁跟你说了什么呢 我一直以为温好的事是天词的意外 刚刚出道原来是你 控制了温好的下车 以为温 你啊 你的优柔寡断 会害死我们害死记忆 爸 你知道吗 其实 我特别感谢你 在我犹豫的时候 你总是会帮我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在我想当个好人娃娃的时候 让我及时悬崖勒骂 所以啊 我现在已经没有软育了 我现在已经没有软肋了 也没有人可以限制住我了 怎么样 你满意了吗 到我哀了 排好 我 successfully 老婆 难道是我把我们的儿子 变成了这个样子 喂 查到徐车庆的住处了 要清理掉吗 我要活的 是 好 周年快乐 虽然你看到这条短信的时候 会觉得很讽刺吧 毕竟 我们的未来早就被我背叛了 但在这段感情里 我真的好幸福 我遇到的你 是一个内心有着缺口的男孩 而为了爱我 请问这个在哪里 你选择努力填满它 这边 这边 还有这边 好 谢谢 不客气啊 你怎么还在这儿 你 你想干嘛 你先不要紧张 只是你昨天拿了我的衣服 赶着睡着了 我看你昨天很累的样子 就没好意思叫醒你 所以 不好意思啊 我昨天 我昨天没有注意看 你还真等我睡醒啊 那不如我请你喝杯咖啡吧 好 在我们相伴的日子里 你努力抓住过阳光 甚至让我觉得 偶然撞见你的那些阴郁和痛苦 这是我的错觉 你小心翼翼地付出过善意 我相信这不是表象 而是你与生俱来的样子 而是你与生俱来的样子 但我必须要坚守内心的道义 我们的爱情 就注定了结局 但我坚信这不是败的结局 说最晚 你会拥有崭新的人生 一个不被任何人控制 不再有巨大缺口的人生 那个时候 像曾经爱我那样 去爱自己 爱这个世界 好吗 我们要赶一个小时后 没给我推机 把搜集到的证据交给警察 哦 还有一件事 温惜 制造你姐姐车祸的 好像不是零 什么意思 阿任刚刚查到了 管理人币的设计 不是的 我们先带飞机 我的 我本来做的 还没准备 找个回事 咱们 咱们 咱们